咱们都知道,自朝鲜战争停战后,朝韩双方在军事分界线沿线,常年开展高音喇叭广播宣传,标语牌,空飘气球等一系列心理战活动,就跟当年金门的心理战一带差不多。 不过随着919协议的签署,双方这种活动就基本不搞了。 但是前文提到了,韩国内部的保守派势力是不愿意看到朝韩友好的,所以总是会想尽办法破坏朝韩友好的局面。 当然,他们不会以官方身份出面的,而且白手套也是现成的脱北者。 在韩国国家情报院,有一个联审中心,位于京济道市兴市,保密和安保等级都属于最高级,外部没有任何标识,两米高的混凝土围墙上下,用圆形铁丝网围起来。 名义上是保护脱北者的地方,其实就是脱北者监狱。 每名脱北者都要在这里接受统一部、警察厅和机务司令部等五个机构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的审讯。 有特别价值的,就培养成间谍,再派回朝鲜。 没特别价值的,就会送入京济道安城的脱北者定居培训中心进行培训,使之熟悉韩国生活。 当然,这些回归生活的大部分脱北者都被要求加入一些反朝组织,终其一生都要为反对朝鲜,辱骂朝鲜,颠覆朝鲜而出力。 说白了,这些人就是韩国国情院养的狗,专门干一些韩国官方不方便干的事情。 比如散发个传单,在军事分裂线架起高音喇叭引诱朝鲜士兵叛逃,通过各种手段引诱其他国家的朝鲜级服务员脱北等等,对朝韩关系有很坏影响。 所以文在寅在任期间,专门修订了关于发展韩朝关系的法律,明确反朝传单是违法行为,就是不想让这些人给自己的对朝和解政策添麻烦。 但是2023年9月,在尹熙悦的授意下,韩国宪法法院裁定关于发展韩朝关系的法律违宪,对朝鲜发传单不违法了,禁飞区也没了,那这些脱北者就毫无顾忌了。 于是从2024年开始,一大飘脱北者组织开始肆无忌惮地往朝鲜飞空飘气球。 仅今年5月的一次行动,就放了20个大型气球,空飘了30万张传单和含有韩国歌曲的2000个U盘。 脱北者连工作都找不到哪来的钱搞这些,显然背后就是韩国国情院出钱并策划的。 最恶毒的是,这些传单里面居然还把李学主的头像撇死到了日本女优的身上。 不得不说,韩国国情院的花活实在是太low了,这种事自然引发了朝鲜的愤慨。 来而不枉非离也,于是朝鲜也开始用气球还击。 当然,朝鲜气球下面挂的不是什么贵重东西,而是垃圾,有废纸、废旧电池、塑料袋、甚至粪片和尿液。 用金城安妹妹金语正的话来说就是,垃圾就必须进入垃圾桶,这话说的乳寒效果拉满了。 所以今年5月和6月,韩国首都圈的上空到处飘的都是这种垃圾气球,军方还不敢射击拦截,生怕会发生天外飞翔。 本来吧,无论是这种反朝传单还是垃圾气球,其实都是双方民间搞的,就是为了避免官方直接对抗,给对方留有余地。 但是呢,今年10月份情况变了,10月3号、9号、10号,朝鲜境内突然出现了不明国籍的无人机, 有一架甚至飞到了平壤朝鲜劳动党本部的大楼上空,扔下了反朝传单,这一下子性质就严重了。 为啥?因为一般民用无人机,2.4G信道,目视遥控距离也就1000米,再加上4G5G模块能达到5000米左右, 但平壤距离军事分界线多远,168公里。 显然,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民用无人机了,而是安装了大马力发动机,先进的卫星定位和导航系统的军用级无人机了。 这种无人机不是几个脱背者能搞出来的,显然有政府和军方背景。 更让金正恩愤怒的是,自从朝鲜战争结束以来,朝鲜最高领导人从来没有如此近地直面韩国的直接威胁。 想想被以色列炸死的哈尼亚、纳斯鲁拉、辛瓦尔,一个个牛叉人物莫名其妙就死了,金正恩会不会觉得脊背发凉? 这次扔的是传单,下次装上炸弹咋办?这事绝对不能再发生。 除此之外,据说无人机的传单上还刊登了非常劲爆的内容。 传单中细细扒出了金正恩和女儿金主爱的行头多少钱,比如金正恩戴的百搭斐力手表价值1500万韩元,金主爱穿的迪奥羽绒服价值250万韩元。 贴心的是,传单还把韩元换成了包米,金正恩的手表值多少包米,金主爱的衣服值多少包米。 这无非就是煽动朝鲜老百姓对金正恩的奢侈不满。 更搞笑的是,这事不能细琢磨呀,我们的读者中有钱人不少,一定知道百搭斐力多少钱,稍微上点档次的就要几十万。 而1500万韩元是多少钱,才折合人民币8万。 8万人民币,二手百搭斐力也很难买到啊。 这是在暗示什么?暗示将军戴假表,是可忍孰不可忍。 更让金正恩生气的是韩国方面的态度。 一开始,针对朝鲜的指责,韩国政府失口否认,说无人机不是他们放的。 搞笑了,周边就四个国家,不是韩国放的,难道是中国和俄罗斯吃饱了撑的放的? 然后过了一会儿,韩国又改口说,自己会调查是谁放的。 然后调查了半天又说,无法确认是否属实。 说白了,这事儿要么是韩国官方干的但不认,要么是国情院私下干的,韩国政府一开始不知道,调查清楚了又不敢承认罢了。 所以朝鲜方面对韩国的处尔反而暴怒。 10月12日,发表重大声明,指控韩国官方释放无人机侵犯领空,言辞激烈,十分罕见。 被散发在首都中心区的卑鄙不堪的传单,纯属烂言恶语,鬼话废话连篇。 这次视线,是充分表现出全球上最为表里不一,厚颜无耻,幼稚低级的大韩民国国格和其败类的卑鄙性的一个明显例子。 罪犯再不要拿本国国民的无辜性命,玩起危险的赌博。 根据我们的判断和决心,强有力的攻击手段有可能被投入使用, 由此整个韩国可能变成惨重的废墟。 10月13日,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向前线部队下达了准备射击的指示, 八个全副武装的炮兵旅团转为射击待命状态。 按照一般的流程,韩国这时候也差不多该怂了, 象征性抓几个脱北者调查一下解释一下,再给点粮食也就完事了。 但没想到,申元石站出来说了一番话,再次火上浇油。 申元石说,朝鲜居民很穷,没什么可失去的, 但金正恩控制着朝鲜的所有决策,是朝鲜最富有最有权势的人。 换句话说,他对我们的高精度武器深感恐惧, 因为他的损失会最大也最害怕。 就在此前,珍珠党领导人北斯列地堡破坏者炸弹炸死, 我们韩国的超威力导弹玄武武的威力比他强十倍以上, 金正恩一定感到害怕了。 为了韩国的安全,我们必须有能力安全地清除金正恩。 注意,这个时候,申元石已经不是国防部长了。 今年8月,申元石刚刚调任总统国家安保市市长, 那么他的话也被朝鲜解读为代替总统尹熙悦发声。 说实话,朝韩骂了这么多年, 这是第一次有一方的领导人对另一方的领导人发出人身方面的安全威胁。 你看,这不就杠上了吗? 被人用生命威胁,如果金正恩不做点大的反应就不是金正恩了。 于是14日至15日两天,朝鲜宣布全国有140多名青年同盟干部和青年学生报名参军或副队, 对韩作战士气高昂。 10月15日,朝鲜在军事分界线以北, 炸毁了连接朝韩的京义县、东海县部分区间通路。 有些人说炸毁通路是为了防止士兵难逃, 或者防止韩军进攻什么的, 其实并不是,主要是考虑的政治意义。 京义县、东海县铁路、公路是韩朝首脑会谈后进行的代表性合作项目, 是韩方应朝方的要求以提供1.3亿美元的贷款方式建成的。 它并不是普通的铁路和公路, 而是两国关系的政治象征, 就像俄德之间的北溪管道一样。 现在呢,铁路公路炸了,政治象征就没了, 两国彻底变成了敌国,不死不休了。 对此,韩国做了两件事。 第一,对军事分界线以南进行了实弹射击, 表示自己不怕事态升级。 第二,让韩国统一部发了个声明, 路虽然炸了,但贷款要继续还要亲。 从表面看起来, 这次的事情完全就是深渊石为了体现个人功绩, 破坏朝鲜半岛和平基石后引发的蝴蝶效应, 然后在双方浓厚的敌意行动中不断螺旋升温的结果。 但是从根本来说, 之所以动静这么大, 行为这么激烈, 还是和朝鲜当前的困境有关。 咱们都知道, 朝鲜粮食供应一直不宽裕, 非常依赖国际援助, 而今年呢, 又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水灾, 大片粮田被淹没, 所以外界估计, 朝鲜今年的粮食缺口很可能会超过25%, 缺粮, 自我封闭, 先军政治, 再加上信息时代无孔不入的渗透, 导致朝鲜内部开始有不稳定的迹象。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朝鲜各地犯罪率都有所上升, 对此, 朝鲜继续执行高压政策, 开展严打, 把刑事犯罪都化为反社会主义行为, 上升到政治犯罪来处理。 当内部压力过大时, 就一定会寻找一个泄红口。 我们观察一下, 过去这些年, 每次朝鲜内部陷入困境中, 都会搞出一点幺蛾子出来, 不是炮击韩国, 就是搞个弹道导弹或者核试验什么的。 这种人为制造紧张的手段, 一方面可以提高凝聚力, 打压改革派, 还可以通过渲染外部敌意, 来获取同仇敌忾的效果。 另一方面, 也便于引起国际社会注意, 毕竟形势越紧张, 国际社会介入调停的可能性就越大, 然后朝鲜就可以提条件, 要点粮食, 要点缘由什么的, 多少可以缓解困境。 其实这就和小孩想要吃糖, 大人不给, 就撒泼打滚一样的。 但是吧, 这种招数玩多了, 大家都不傻, 早晚会看穿的。 所以拜登上台之后, 一改特朗普的接触政策, 基本上是把朝鲜给晾在了一边, 没有过任何实质性的接触, 哪怕朝鲜发射了火星弹道导弹, 拜登也是轻描淡写地表示, 不用理他, 这够不成威胁。 拜登意识到, 你再找朝鲜和解, 只要朝鲜内部的矛盾不解决, 出于发现内部矛盾的目的, 朝鲜总是会找事的, 那你的援助就毫无意义。 所以美国的态度是, 不接触, 不援助, 不理会。 韩国那边呢, 尹熙悦上台, 同样抛弃了文在寅的阳光政策, 不仅大力加强军备, 顶着恶心允许日本自卫队进入韩国, 同时还研发了玄武武弹道导弹, 这种导弹射程八百公里, 拥有一颗八吨重的大弹头, 就是针对金正恩的加固地堡设计的。 用深原石的话来说就是, 玄武武就是最近成立的战略私定部下属部队正在做的事情, 当针对朝鲜王朝性质量身定制的总体战略威慑, 与针对朝鲜领导层的战略相结合时, 威慑的完整性就建立起来了, 可以遏制朝鲜的行为。 说白了, 就是想用对金正恩的威慑来抵消金正恩用火箭炮对首尔的威慑。 那么问题来了, 朝鲜怎么办? 虽然朝鲜找俄罗斯, 用库存炮弹换来了一些救命的粮食和原油, 但问题在于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 而且朝鲜的炮弹也是有限的, 不可能一直做这种炮弹换粮食的买卖。 所以看来看去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路径依赖, 回到调起紧张气氛, 借此捞好处的老路上来。 刚好韩国的无人机送上了门, 那就以此为借口, 开稿吧。 那么问题来了, 这次的半岛危机会引发全面战争吗? 其实吧, 99%的可能性不会, 就算发生冲突, 也是延平岛炮战那样的小规模冲突, 大规模全面战争不可能, 原因也很简单, 对朝鲜来说, 根本目的是利用紧张气氛来破局, 通过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以此为契机解除制裁, 而大规模战争可能会导致政权垮台。 虽别看朝鲜叫得很凶, 但其实是能把握分寸的, 而且朝鲜的炮弹相当一部分库存都拿出来卖给俄罗斯了, 哪还有打一场全面战争的弹药量呢? 同时中国也一定不愿意看到战火冲燃, 现在是中国对美博弈的关键时刻, 如果朝鲜半岛爆发大规模战事, 中国就必须要面对难民以及东北边境安全问题, 牵扯大量精力, 对中国是非常不利的。 而对韩国来说, 别看尹熙悦现在嘴硬, 但韩国的外交路线是要服从美国战略的。 现在是个什么局势? 俄乌中东, 美国已经焦头烂额了, 中国这边刚刚射了东风31A级, 又在台海举行了联合利剑2024B演习, 台海的热度又起来了。 现在马上大选, 美国是绝对不愿意看到在朝鲜半岛上战火重燃的, 所以话里话外也一定会警告韩国拿捏分寸。 韩国显然领会了美国的意思, 10月15日就是朝鲜炸毁通路的同一天, 韩国将朝韩交界地带的京畿道坡州市、金浦市、 连川郡等地的11个地区 指定为危险区域, 部署司法特警部队开始对散发反朝传单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这其实就是不动声色地向朝鲜发送一个信号, 是我没管好你们的脱北者, 我现在严加管教, 下不为例啊。 现在就看金正恩会不会就泼下驴了, 那么在朝韩中美都不愿意看到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的情况下, 谁最想看到战争爆发呢? 我们还可以看个有意思的事情。 10月14日, 普京紧急向俄国家杜马提交了关于批准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的法律草案, 该条约第四条规定, 如果一方受到某一国或数国武力攻击并处于战争状态, 另一方将立即以一切可用手段向前者提供军事和其他援助。 俄罗斯副外长安德烈·鲁登科当地时间15日表示, 俄朝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规定, 在发生侵略的情况下, 双方将相互提供军事援助。 显然, 俄罗斯是巴布的朝韩赶紧打起来, 把美国拉下场, 借此减轻自己在乌克兰的压力的。 你看, 小小的半岛既有个人利益绑架国家利益的诡决, 又有大国势力的斗争, 更有民族感情、地缘政治和国际形势的博弈, 怎一个乱字了得。 到底何去何从, 这恐怕是带着假表的金正恩, 也很头疼的问题吧。